正正現在證實了一件事,呱呱應該終結了他現在的流亡身份 因為他嫁到台灣之後,也成為台灣媳婦 台灣姑爺,衣襯就拿到居留證 就是這樣 你大陸這樣給居留證,也有些政治含義 居留證,就是台灣陸委會,他們給的,移民局給的 是啊,肯定是特快批核的 OK,再說一件事 你現在知道特朗普未來這一屆任期,當然是對華鷹派 但是還未上任,你剛剛選到的參議員,參眾兩院,尤其是眾議院 開始就做事了 還未等特朗普到處,開始就對中國做事了 最新就是現在,畫面的這個叫做梅拿納爾 中文名就很巧合 英文名叫做John Molylena 剛剛他在14號提出了恢復貿易公平法案 這個就是貿易戰的預演 或者是幫中美貿易戰造勢 中美貿易戰2.0造勢 這個就重要了 他就說,現在推出恢復貿易公平法案 這是針對中國的 他現在主張美國結束對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 並且對中國徵收商品關稅 如果大家都是世貿成員 可不可以單方面結束對中國的正常貿易關係 現在都是世貿成員 以往在克林頓時代 克林頓就送他一程 就說不再連檢 不再連檢他的最惠國待遇 以往在克林頓的年代 就連連都要看看 你究竟中國人權 相關的狀況 去決定是否讓最惠國待遇 甚至乎某年 這個要說 李柱銘 都發揮過民間外交的角色 都叫美國民主黨 叫克林頓 勸他 捉最惠國待遇 都試過的 但是現在後悔了 就說 這麼多年 24年 2000年入世 John Molyana 他就說 他現在在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 推出這樣的法案 就說希望 終止對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 向非戰略商品 徵收至少35%的關稅 這個比特朗普更溫和 特朗普就不說了 是否都至少吃60% 並且對所有戰略商品 徵收至少100%關稅 戰略性商品 就是小院高牆的科技 透過關稅的收入 協助可以向 即是可能 中共你預料去報復 又會報復大豆 那些農商 那誰給中共報復的 我們就找那些關稅來補貼他們 以前都做過的 其實Donald Trump的時候 但是現在就做盡些 談判都不做談判 以往就是 喂 我說加你關稅之前 大家先談判吧 是不是要有個 中美貿易協定 談好了 以後呢 叫302停1 允許 不要再偷我 或者搶我東西 停止補貼 那些什麼 那現在不談 直接就終止 永久正常貿易關係 那當然 如果你說 你要推法案之前 你要經過很長的 很湧長的 這些 這些程序 是吧 那 這個就很視乎共和黨 就是 他不決心去做 至少現在這樣做 不是的 如果你看看昨天高天佑 都寫了一篇文 是說 萊特希澤的抗中白色 其實萊特希澤的八個綱領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些 也就是說 未來共和黨將會以中美貿易平等 關稅已經是例牌賽 最重要的就是 怎樣用關稅去對抗中國傾銷之餘 是利用回其他的地方 連結回供應鏈 去確保中國不會偷取美國的技術 嗯 這樣 除此以外 補充一件事 今天賴清德 原來他有感謝 不是 他有賀喜 恭喜 魯比奧 因為魯比奧已經正式官宣了 就會委任他做國國務卿 那 賴清德 正正因為他之前也訪問過台灣 所以 在X裡面 宣佈 祝賀他 獲得提名 香港這一邊當然不會出聲 香港這一邊就是 美國之音都說 甚至是 賴清德有機會過境美國 不過就去關島 關島 關島也是美國國土 是啊 關島 不是美國國土的意思 就是說 看他過境哪一處 顯示到 美國對他有多重要 當然 這次賴清德最主要的就是 訪問那些 南太平洋的邦交國 所以 選擇了關島或者夏威夷去過境 這樣 嗯嗯嗯嗯 嗯嗯嗯 OK 好了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要說 其實都 我們就 下個星期一 下個星期一回來 那就 回來再見 OK 今天來到這裡 拜拜 記得開playlist 麻煩拜拜 拜拜